这个衣服 我们说衣服如果变成动词叫什么 叫做穿 就好像市场如果变动词 它变什么 东市买菌 所以是买的意思 所以这个要念成什么 要念成义 它是穿的意思 所以它就是什么 名词变动词 那这个春风又绿江南暗 这个绿 这个绿是什么 绿我们说绿是形容词 但是这边又使江南的暗 怎样 整个春风吹过就是绿色的了 所以使它变绿 所以是动词 像这种就是转品 好 那另外转品是里面蛮喜欢考的 所以同学可以写一下 像磁性的话 你在磁性的部分你可以写转品 还有什么 还有一种就是高中 或者是高中以上程度的 不管是任何的考试 他们喜欢考的一种叫做什么 叫做动词的 始动 或者是异动 那当然磁性的部分不止只有这两种 只不过老师 把这两种最重要的部分 稍微讲一下 那同学什么叫 始动 什么叫异动 好 很多读完高中了之后 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例如老师举例 飞沙走石 什么叫飞沙走石 就是沙子会飞 那石头会走 好 那请问你 这两个 它是属于石动 还是异动 沙子是名词 石头是名词 好 沙子会不会主动飞 它不是不明飞行物 它不会飞 所以怎样 它叫始什么什么飞 始什么什么走 对不对 所以它是什么动 始动 好 所以它就翻成说 它的整句翻就要变成说 始沙子能够飞 这个动词是始动的 但是像有一种动词是我打球 那个打就是没有始动 或者是异动的用法 它就是动词 那有一种动词是属于始动 那你说老师 那有没有异动的 异动老师再讲一个 好 例如什么 草菅人命 好 草菅人命 老师 老师问你 这什么词 当然是动词 始动 还是异动 我们说把人命当成 像草菅 这样子的 不值钱 把人命当成 所以是什么 以什么什么 有人是什么 这个以可以翻成认为 我认为人命就像草菅一样 我不屑他 那些政府官员 鱼肉百姓 管他去死 所以草菅 就是以什么什么为草菅 就是认为什么 就是以心 你的心认为是什么 心 所以草菅人命 以人命为草菅 所以它是什么 动 异动 所以这异动 可以把它解释成 就是认为的意思 好 那同学如果 这个 你可以不用操 因为这个在 始动异动的 老师选70个 常考的题目 你把这70个都做完 始动异动 你就了解了 那这种始动的用法 异动的用法 很喜欢考在选择题 因为它可以涵盖 比我们说的词性 更高一点 它还有 有点翻译的意思 所以这个同学可以注意 那我们看 这是第二个部分 磁性结构 所以同学在 磁性结构的地方 你可以写什么 你可以写 你可以写 转品 跟 这个 始动异动 好 那第三个 修辞分析 修辞分析 我们来看 同学看第三个 修辞分析 好 修辞分析的话 嗯 我们来看 它大概很多 那 向老师举例 借贷 或者是什么 批语 或者是什么 或者还有 硬称 这个都很喜欢考 因为诗里面很多什么 很多硬称的用法 好 那借贷 借贷跟批语很容易搞混 好 例如我们都知道 请问你 南面 借贷什么 南面 另外 北面 好 让同学选 一个是 称王 一个是称臣 同学什么叫称臣 称臣就是头像 那你觉得是哪一个 南面 当然一般人就说 当然啦 同学这种借贷就是以方位 用方位来借贷 那我当然觉得 当然王就是北面 所以称王 那南面 称臣 错 我们知道古代的王位是什么 坐北 朝南 所以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对不对 他一定是在 台湾的北方 就好像以前的中原 君王都是在北方 那如果像说 我们的总统 他在台北 是在北方 他把脸 那个面就是脸 那个面 他朝向北方 那他只能管什么 管淡水河 跟基隆外海 对不对 他应该是要把脸朝哪里 所以老师跟你讲 你为什么会北面 北面一定是你在哪里 一定是居南 向北 那南面呢 居北 向南 所以同学 南面才是 称王 这老师把它擦掉 南面才是称王 北面 北面才是称臣 所以如果说有人说 某个人他南面了 表示他统一天下 某个人他北面 旧父 那就表示什么 他投降了 这样同学 大概知道 这个就是借贷 那借贷当然有很多 那老师在里面 也有收入 一百个借贷 这是 常考的 也是必考的 同学要把这借贷 把那一百个读熟了 你就OK了 好 那看第二个 批育 批育的用法 你说老师 批育 应该是大家都会 对不对 因为他从国小就开始讲 真的还假的 你会 那老师出一道题目 您来做看看 我们最担心就是 我们好像会啦 但出出来题目 我还是不会 那怎么办 那就失分啦 那失分就考不上啦 对不对 千分之三 就没有你了 所以 老师出看看 看你会不会 赤必复的啦 众一伟 知所如 他叫林万寝 知茫然 这是苏氏的赤必复 另外一个 也是赤必复的 嫁一夜之偏周 那个 举袍尊 以相组 好 如果他考 请你这两句的 批育用法 有没有一样 好 我们知道批育 这两个都是批育啦 为什么 因为我们把关键字画出来 哪一个 义尾 同学像一个芦苇一样 好 虽然是批育的用法 乙叶 这当然是批育的用法 但是老师要问你 我们批育分几种 名誉 暗誉 略誉 还有什么 介义 这四种 很多学生都跟老师讲说 老师批育很简单 国小就会了 老师不用教 但是呢 我们怕的就是 你会 但考出来错 他如果出四个选项 跟一个题目的题型 他说 题目的题型的批育用法 跟下列四句 何者用法一样